坦荡 也勇敢 世界变更要让我闯 一声坦荡荡 挠四方 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枪 今天哪有地光看我的皇上 那个白屈公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居然可以令皇上自愿剪掉对昆仑的罪功 哼 想必皇上是听那燕妃妖言迷惑 才会自愿剪清罪功 加重昆仑随贡是都主的意思 如今皇上听从燕妃之见 对都主已经不再言听计从了 那就是说本都已经失势了 要不要本都早点另外给你照顾主人啊 都主息怒奴才的意思是 燕妃娘娘现在要跟都主对着干了 你这个奴才 进宫的时间已经不短了 说话还怎么没分寸 要不是本都急着用人 早就把你的狗头砍下来了 谢都主开恩 燕妃刚才和那个分明使花无缺的铁面驸马 没来也去 还提什么白屈公公 哼 或许是二人合谋 想向皇上施账 本都希望尽快得到燕妃迷惑皇上的罪证 是 度主 原来玉燕编了个故事要皇上积德 难怪皇上会答应大检昆仑的罪供 还是燕妃娘娘机灵过人呢 竟然想出这个方法来帮助塔卡和花无缺 不奇怪啊 燕妃娘娘足智多谋 想得出这个方法又有什么好惊讶的 更毒的都有 是不是想让我把你的嘴毒哑呀 原来塔卡要代表昆仑部落真正感谢的 是燕妃娘娘才对 请说塔卡一拜 公主不必行此大礼 快请坐吧 塔卡和昆仑的全体百姓都欠燕妃娘娘一个人情 将来燕妃娘娘有需要塔卡的 尽管说我一定义不容辞 其实说老实话 我呢只是女流之辈 根本就不懂得怎么造福苍生 再说这关乎国家大事 我只是皇上其中的一个妃子 从道义上讲是不应该插手的 否则会引来闲言闲语 只是花少侠她有恩于我 我这一次也仅仅是报恩而已 哦 原来燕妃娘娘感冒大不惠之罪 都是为了花无缺 不过可惜 此花已经有主 我看你这个人情是百做了 不如这样吧 小鱼儿戴老花 以身相许 怎么样 小鱼儿就这副德行 经常胡言乱语的 别介意啊 我知道 她一直就是这个样子 我怎么会介意呢 既然燕妃娘娘不介意 那我就多问一个问题 不知燕妃娘娘的肚子 是真是假 当然是真的 难道你认为是假的 如果是假的话 就算我瞒得过御医 也瞒不过苏姑娘啊 其实也是在我有了龙胎之后 才想出这个将计就计的办法 来搭救塔卡公主和花少侠 那我真是想不出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那两个人听到你讲的这些话之后 回去不向刘喜那老烟狗通风报信 你又在胡说什么 他没胡说 你们为什么不追啊 不必了 我刚才击中了他们的预诊穴 听到什么都不会记得 回去 不会对我们有影响 看来刘喜 真的不会放过燕妃娘娘 这个刘喜是什么人啊 相当于塔德克夫子 你说是什么人 那塔卡明白了 这种人心狠手辣 燕妃娘娘 你要多多提防 小心为上啊 她在暗 我在明 我怎样提防呢 再说 我只是一个柔弱的女子 能做到的 也只是尽量小心而已 燕妃娘娘 都是为了昆仑的百姓 才开罪了这个小人 塔卡 心中实在是有愧啊 放心吧 燕妃娘娘虽然是柔弱女子 却没那么容易害到她 你有没有听过罪毒妇人心啊 我也是女人啊 你不是妇人啊 不要再争了 我看你们还是先回去吧 万一让刘喜的人看到 又要在皇上面前说三道四 我在皇上面前失重倒不要紧 要是让她知道 我涉及帮助花少侠还有你们 那事情就不好办了 那你自己保重 多谢花少侠关心 对了 你跟塔卡公主 什么时候回昆仑部落 父王和百姓 都急着等塔卡 带着好消息回去 这两天就启程回去 那你呢 老花 无缺记忆是昆仑驸马 当然一起走 如果花少侠决定启程的话 可否通知一下预言 我现在虽然贵为皇妃 不能远送 但是可以设言为你践行啊 好了 不多说了 你们还是快走吧 那你自己多加小心啊 她会的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 小悠儿是最谨慎的一个 始终对我有所保留 花大哥还是要走 可是看得出 她已经有点动容 只要预言在一计划多走一步 便不能把花大哥留下 好 下一步就是要把刘夕赶入穷巷 让她狗急跳墙 刘夕公公 怎么想出办法来对付那个贱人了吗 奴才曾派人到玉秀宫去打探 搜集那个贱人和花无缺 想勾结的罪证 可是派去的人被伤了玉振穴 回了以后就什么也不记得了 看守法出自夷花公 定是花无缺所为 但自那以后 允修宫是守卫森严 再也不好派人去打探啊 看来无所不能的刘夷 公公也会被那个贱人给难倒啊 娘娘 我也是看走了眼啊 原来以为在江府中 只有江别各城府最深 需要小心提防 可谁料到 这个臭丫头才是最厉害的角色 丽妃娘娘 督主大人 什么事啊 玉袖宫的小太监说 替燕妃娘娘带几句话 什么话 燕妃娘娘学着做了几道江南的点心 想请丽妃娘娘和督主大人 前去品尝 燕妃娘娘说 如果丽妃娘娘不嫌麻烦的话 想请丽妃娘娘也做几道小点心带去 大家交换品尝 以便交流一下心得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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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 就说本宫决定以后再回话 知道了 娘娘 公公 你说她是不是想跟本宫言和呀 怎么态度突然变得这么友善了 这个小丫头到底什么心事 奴才还真是一时猜不出来呀 公公 你说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啊 量她也没这个胆量 在宫中加害于我们 那你说是去还是不去呀 如果不去 那就等于明白地告诉她 我们要和她作对 这个丫头 现在深得皇上的喜爱 如果她在皇上面前进禅 那么不利的就只会是丽妃娘娘和奴才 如今我们的唯一选择 那就是应约 而且要快快乐乐地去 丽妃娘娘做的点心真的很精致啊 燕妃娘娘做的点心也不错呀 丽妃娘娘 你真的很会说话 燕妃娘娘 你今天怎么这么有兴致 要和丽妃娘娘交流点心啊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 只是我一向就是一个喜欢吃的人 所以今天想出这个 以吃会有的主意来 我这个人呢很笨 不明白燕妃娘娘讲的是什么意思 那我今天还是直说了吧 自打我入宫以来 在无意间得罪了很多人 所以今天想借这个机会 向大家表明一下我的心思 心思 什么心思啊 我一向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心机的人 只不过有的时候不识食物罢了 我跟丽妃娘娘都是皇上的妃子 就像姐妹一样 所以我衷心的希望 我们大家能够和睦相处 情同姐妹 燕妃娘娘所言极是啊 那么今后二位娘娘 就应该相亲相爱 像亲姐妹一样才好啊 刘公公 本宫一向都把燕妃 当作自己的妹妹看待啊 是啊是啊 那太好了 如果以后 玉燕有什么做错的地方 还要请丽妃姐姐多多指教 也要请甘外公多多指点呢 燕妃娘娘 换奴才便是 这甘外公这个称呼 奴才实在是担当不起啊 但甘外公始终都是甘外公啊 只不过玉燕现在身在宫中 不变太亲切了 我在江家待的时间不长 和甘外公也不太亲近 所以上次在皇上面前 跟甘外公顶嘴了 这全都是我的错 我还要请甘外公多多原谅啊 燕妃娘娘言重了 言重了 在没有外人的时候 您叫我的名字就可以了 是是是 玉燕甘外孙 甘外公快请坐 好好好 我们快点吃吧 不然点心凉了 就不好吃了 原来我花了这么多心思 你们还是怀疑我 你们是不是以为 我在点心里面下了毒 如果你们两个人 在我这里出了任何状况 以后我在宫里 就没法待下去了 对对对 玉燕说得对 咱们今天就开开心心的一场 美味点心吧 对对对 这就对了 来 丽妃姐姐 这是我做的点心 你尝一尝 谢谢妹妹 甘外公 好好好 妹妹 这道点心的名字叫月宫宝盒 你也尝尝 谢谢姐姐 丽妃姐姐 怎么样呢 不错呀 妹妹 这是妹妹 你觉得姐姐从宫中带来的点心味道如何呀 这块点心看上去很好吃 但是只可惜你在里面下了毒 哎 叶妃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我真是伤心 你为什么心会这么狠 想要把我毒死 糟了 原来 你把太金公额一大早就打发走 就是为了死无对证啊 哈哈哈哈 甘外公 没想到你果然最聪明 但是只可惜 你明白的太晚了 你 你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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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人呐 有人下毒了 啊 啊 快来人呐 你 你简直是疯了你 来人 来人 来人呐 羽衣 燕妃怎么样啊 回皇上 只是吃了些不洁的食物而已 待臣开服药 娘娘服下便无大碍 那么对燕妃腹中的龙胎可有影响 皇上放心 绝对没有影响 臣这就下去拿药 哼 丽妃 还有你这狗奴才 究竟给燕妃吃了什么东西弄得他呕吐不止 这 还有你这贱人 嫉妒朕宠爱燕妃要毒死他不成啊 皇上 臣妾总是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向燕妃下毒啊 是啊皇上 丽妃娘娘怎么会想毒死燕妃娘娘呢 你这狗奴才 想来跟丽妃是一伙的 你以为朕不知道吗 啊皇上 你们没有胆量直接加害燕妃 便想令燕妃腹中胎而不保是吧 所以才拿来点心给燕妃吃 皇上弄点心的主意不是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 朕不听你们的花言巧语 给朕滚出去 以后不准接近玉孝宫半步 皇上 皇上 不要再牵润于他们两个了 是我自己不小心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是我自己不小心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跟丽妃姐姐和干外公他们不相关的 你就是太过单纯了燕妃 你就是太过单纯了燕妃 才会中了别人的诡计啊 才会中了别人的诡计啊 还不快滚 还不快滚 臣妾告退 尊妾告退 岂有此理 没想到这丫头怎么挥刷手段 让本都在人前丢脸受皇室责骂 杜主 出去出去 今天不要烦本都 本都什么也不想听 什么也不想理会 刘公公还在为刚才的事 事情发脾气吗 杜主 属下进来就是想向杜主禀报 燕妃 人都看见了 还禀报什么 出去 不许任何人进来骚扰本都和娘娘 是 娘娘 不知娘娘来访奴才有失远迎 请燕妃娘娘恕罪 要是本娘娘不恕你这狗奴才的罪 那又如何 咱们当奴才的还能怎么样 只有认命 认由娘娘处罚 但是依我看 刘公公好像从来就没有认过命的 奴才不明白燕妃娘娘的意思 难道刘公公没有听过良情责目而欺这句话吗 奴才愚蠢 奴才还真不明白娘娘的意思 请燕妃娘娘明示 不知道什么时候 刘公公竟然变得愚蠢了 如果你真的认命的话 就应该知道自己一生都要做奴才 那么我问你 如何成为一个好奴才 请燕妃娘娘赐教 一个好奴才 最重要的是 要找到一个好主子 如果可以追随一个好主子 她就会扶摇直上 否则的话 就永世不得翻身 刘公公 您说我说的对吗 娘娘所言极是 奴才追随皇上十几年 难道皇上不是个好主子吗 皇上固然是个好主子 但是后宫有家里三千 未必个个都讨得皇上的欢心 如果追随了一个 已在皇上面前施宠的主子 你说那个奴才 还会得到皇上的信任吗 燕妃娘娘误会了 奴才只追随皇上 从来不追随任何娘娘 奴才对所有的娘娘都同样的尊敬 不敢有任何的偏思 这句话听上去非常动听 但却是口是心非 现在的皇宫大内 就好像一个人吃人的森林 要是你不够强 或者没有一个有力的后盾 不是还是要吃不完兜着走吗 奴才感谢娘娘的教训 我相信刘公公是个聪明的人 自然也会做出聪明的选择 皇上白天忙于朝政 日理万机 自然不愿意晚上回到内宫以后 再继续烦心 如果公公可以帮助我 递皇上一起分忧的话 岂不是两全其美 娘娘说得对 奴才从来就不敢给皇上制造麻烦 但是这样做还是不够 你只做对了一半 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好奴才 就要在得知主人将有麻烦的时候 替主人先将麻烦解决掉 不让他操心 奴才知道了 那太好了 我再给您说点贴心的话 其实在后宫里面 我交情最深的也只有公公了 皇宫内院上上下下那么多人 什么人可信什么人不可信 也只有公公您最清楚了 如果您可以帮助我 那皇上就不愿再为内宫的事情操心了 娘娘对奴才实在是过奖了 我早就知道 刘公公是个聪明的人 告辞了 恭送娘娘 哦 对了 我听说 甘外公最喜欢的一只红嘴鹦鹉 今天早晨病死了 我知道甘外公平常最喜欢鸟了 所以今天特地命人从外地带来了一只 刚才来的时候已经交给您的手下 如果甘外公有空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喜欢不喜欢 啊 谢娘娘赐鸟 竟然连本都主今早死了一只鸟也知道这么快 它果然厉害 已在我东城埋伏的眼线 看来不能和它硬碰 否则只会吃亏 但丽妃那边又如何交代呢 睡不着吗 哇 好厉害啊 老花 你的听声便饮功夫果然了得 闻到一股鱼腥味啊 什么时候学会了牙尖嘴利啊 近墨者黑 很好啊 墨就墨吧 一个人没希望 也许会轻松些 真的要走 没有值得你留恋的 新兰已经死了 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我明白那种感觉 可是逃避也不是办法 谁说我逃避了 你敢说不是吗 我现在可是驸马 拜托了 你和塔卡公主 根本是得演戏 何以见得 看你的表情就知道了 没有真凭实据你不要乱讲 也不要说公主 千万别让她听到 这对她是种侮辱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真凭实据 我真的没有真凭实据 我是瞎猜的 是凭感觉 感觉 以前不信的 但是试过你之后就信了 相信这个世界上肯定会有心灵相通 为什么 因为我不仅要了解你 还要看透你 我信 无极之谈也信 信 因为我也能看透你 刚才我发现你来 并不是因为我听到声音或者是闻到你的气味 而是有一种无形的亲切感 如果是平时你肯定会拔剑是不是 那可就奇怪了 平时这个时候呢 我肯定已睡得像头猪一样 不过刚才躺在床上我在想 那家伙 说不定这个时候他会走出去 一个人很深情地看着月亮 我走出来一看 哇 果然 猜对了 真是一个人很深情地在看月亮 你想让我留下来 帮你对付刘喜是吗 你会不会啊 我自己的仇我自己会报 希望你留下来只因为是朋友 有缘的话一定会再见 可是我有一种不祥之兆 我们其中一个会出事 是啊 你不是流血的对手 你不是流血的对手 别胡来 算是临别赠言 无缺的朋友不多 真心的朋友 就只有你一个 我不想失去你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 明天我就不送了 睡晚一点 说了那么多 都一大箩筐了 再加两个字 保重 你也保重 EVER ît skill 93 もうここ 又剩下我一个人了 小心你 我好想你 花大哥回来了 塔卡虽然认识小鱼儿大哥的时间并不长 可是我看得出来花大哥和小鱼儿大哥是很好的朋友 不如花大哥就留下来吧 为什么 虽说中原带给花大哥很多痛苦的回忆 可塔卡还是觉得花大哥应该留下来 至少在这里有花大哥谈得来的好朋友 像小鱼儿大哥还有不顾己身安全 愿意对花大哥无私奉献的燕妃娘娘 如果我不回去的话 你怎么向父王交代 塔德哥父子已经被诛灭 塔卡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所以我决定把真相告知父王 不 这样对父王来说会是一个很重的打击 我也决心不留在这里 可是燕妃娘娘对花大哥似乎 我不是木头 我明白 但是 无论如何 燕妃娘娘都是为了花大哥 才以身犯险 开罪那个流喜的 难道花大哥忍心 让燕妃娘娘一个人去面对险境吗 我也想过 我也想过 不过有小鱼儿和苏英照应 相信她能应付 花大哥 别深了 早点休息 明日上路 来 娘娘 听清楚没有啊 真没想到啊 这鬼东西果然神奇 这可不是什么鬼东西啊 娘娘 他可大有名堂 红叶先生作下讲 哦 这个东西啊 叫做隔墙有耳 是当年导弹大师精心所致 曾经被记录在他所撰写的 巧夺天工艺术中 不过书失传了 但这一夜被我红叶摘搜集到了 又复制了一个 原来如此 怪不得红叶先生知道那么多的密文意识 你听到的没出你所料吧 我早就猜到 吴雀跟塔卡公主 他们是一对假鸳鸯 事实证明果然如此 另外 我在吴雀身上花的心思 也可以令他感动几分了 那咱们下一步试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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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等那两只鸟自投罗网 真是如此吗 果然如此 在下查阅了很多古籍资料 才发现世上有一种奇药 可以让女体的经脉颠倒 出现假的喜脉现象 总是医术再高明 也很难诊断出其中真相 本都果然没有猜错 哪有这么容易就怀上龙胎的呀 而且据书中记载 凡服用此药者都要经历极大的痛苦 浑身上下都会出现一种紫色的血丝 都主所见燕妃娘娘向上的血丝 我想就是此药所致 哦 怎么说 那天晚上 燕妃把玉绣公所有内奸公额支开 就是为了服用那药 而不让外人知道 正是 哎呀 幸亏本都还没有真正决定投靠燕妃 不然的话 你有什么证据 让本都在皇上面前指证燕妃的 证据倒是有一个 不过这唯一的证据 只能从燕妃娘娘身上去找啊 此话怎讲 这个要再神秘再周全 总是有破绽的 哎呀卖什么官子 有话就说嘛 就是每月总有一天 她的脉搏会恢复正常 也就是说 假喜脉会消失 如果那一天你带燕妃娘娘去叩见皇上 一把脉 她不就 露馅了吗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你知道下一次是什么时候吗 后天 后天 我就让你露出狐狸尾巴 哼 到此 恕不远送 哦 燕妃娘娘 都按照我的意思跟刘琪说了吗 都说了 一句不多半句不少 刘琪 我看你这回还怎么斗得过我 花少侠 塔卡公主 苏英就送你们到这儿吧 苏姑娘不用客气 请回吧 花少侠 苏英要替小鱼儿向你说声对不起 为什么 因为她不肯来送你 其实她心里是舍不得你 不用说对不起 小鱼儿这个人向来口是心非 恐怕她早已经来了 小鱼儿保重了 再见 又被她看穿了 保重了兄弟 好 皇上 深夜造访 怎么也不让奴才通传一声啊 怎么是你 这么晚了 公公擅闯玉秀宫 难道连通传一声 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吗 如果通禀了 岂不让燕妃娘娘有准备了吗 准备什么 庄稼呀 什么庄稼 本都带你到皇上面前 一切真相便都清楚了 跟我走 你想干什么 大胆你想干什么 刘英斗 叶闯娘娘请功 想行刺燕妃娘娘 你果然是智谋过人哪 本都 真是佩服她五体投地呀 这 这本不是我的意思 是小鱼儿和花无缺的主意 怎么样 要怪只能怪你两个窝囊手下 监视人却被别人发现 当小鱼儿看着花无缺离去的时候 同样也看见您那两名窝囊手下 因为你早就视燕妃娘娘为你眼中之刺 想拔之而后快 可碍于花无缺再次便不敢轻举妄动 今天 苏英叫为我爹长白草报仇 就凭你 小鱼儿也为了三位干爹和小仙女报仇 我李大嘴为了三位异地 今晚要破戒吃人肉 你们这一个个手下败将 何足言用啊 他们不是你对手 那我呢 你 本都与你肃无过节 花公子还是不要管闲事 闲事 小鱼儿是花无缺的兄弟 小鱼儿的事就是花无缺的事 你说是闲事 好吧 本都在武功上 这一辈子还没怕过什么人 那咱们就 心仇就恨就在今晚了结 不是 我 你 你 你 来 干杯 干 塔卡看见你们 愿意为彼此牺牲的精神 很是感动 如果说你们只是朋友 我真是不敢相信 世界上竟有这么伟大的友情 对啊 要说他俩是亲兄弟啊 倒是有人相信 我这么机灵 怎么会有个木头一样的兄弟啊 我练武天分这么高 也不可能有这么一个 身手笨拙的兄弟 可是当你们两个人联手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奇力断金的气势 你有这种感觉啊 我也有 我也有这种感觉 不知是这种感觉怪 还是我们这些人怪啊 真是奇怪啊 我们明明布下了天罗地网 就只剩下一道缝 他却就从那里逃了 那么巧 太巧了 事事难料 也许那个狗挪才 他气数未尽 刚才那流烟狗 说燕妃娘娘装甲 什么装甲 是不是指龙胎啊 刘喜她当然不希望 我的龙胎是真的 如果我真有了龙胎 那岂不是要 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吗 是啊 无论怎么样都好 这次刘喜失守 她必定记恨在心 还会来报仇 其实这次 我要多谢各位出手相救 我想那条烟狗 她也不敢再来骚扰我了 驸马 燕妃娘娘都是为了 昆仑部落 才开罪了刘喜 再情再理 昆仑部落 都欠燕妃娘娘一个人情 不如 驸马就留下来 保护燕妃娘娘吧 公主 我知道 华少侠 她一心不想留在中原 你就不必勉强了 算了吧 塔莎公主 是塔卡 塔什么都好 我小月都不能让老花 留在中原 她又怎么会留下来 帮人家做保镖呢 公主言之有理 我既然身为昆仑驸马 就有必要为昆仑百姓 向燕妃娘娘还这个人情 我留下来 华少侠 那就有了华少侠了 都是你们这两个狗奴才暴露了行踪 才是本都陷入他们的圈套 以后你们要是再重新大意 小心把你们的狗头砍下来 知道了 杜主 这女人果然厉害啊 本都再一次被她玩弄于鼓掌之中 杜主 这婆娘分明是社局陷害独主 但是又为什么暗中帮助独主离开呢 这就是她的高明之初啊 她就是想让本都明白 她既有能力杀本都 也有能力放本都 独主 难道她就是想向您示威 不止如此 她是想要收服本都 为她所用啊 这个丫头比丽妃厉害百倍 李妃根本就不是她的对手 早晚会被她打败的 看来 本都也要另做考虑啊 杜主 您要考虑什么呀 是施琴还是施楚啊 宋君千里终须一别 塔卡这一次真的要走了 回去之后请调我问候父王母后 塔卡知道怎么跟父王说 塔卡公主来到中云这么久了 小鱼儿还没有向您说一声谢谢 干嘛要谢我 谢谢你救了小鱼儿的好兄弟 是花大哥救了昆仑的上下百姓才是 好了 塔卡真的要走了 各位保重 公主多保重 你也保重 干嘛 谢莫 谢莫 又一个女子 深爱着花无缺 爱得无可救药 谢莫 心蓝 陪着你走过五彩斑斓的世界 不代表我就拥有过你的一切 谢谢你的道别 可以带给我这么多感觉 也是因为我的天资不够体会不到你对我的体贴 但是可能你对我并没有那么了解 失去的青春就像我们曾经留给对方的伤痕 两个人不话不说 两个人不话不说再到最后陌生 我想我都可以去认 路上的灯 路上的灯看着我们 在情节里面 希望有个人 希望有个人 能明白我的眼泪和我的后把声 原来我一开始就像他那么深 odeon 宇宙 表示我们的明天 我想吧 zon 礼 fasc